正当各国疫苗覆盖率提升 疫情趋缓之际 英国卫生部长贾威德却严正警告 但是将近5万的确诊个案 已经创下英国7月以来最高 即将进入寒冷冬季 疫情升温有意识认为 同时还指出英国青少年的疫苗注射率 也叫欧洲其他国家来得低 不止英国如此 俄罗斯也因为民众不爱打疫苗 让疫情再度严峻 连总统普丁都现身呼吁 疫情突然恶化 各界认为还与变种病毒的出现大有关系 最新的变种病毒过去被称作Delta Plus 最近被正式命名为AY4.2 传染力比Delta高出10%至15%的这种病毒 今年7月被首次发现 第一起AY4.2的确诊病例就出现在以色列 之后不但在英国境内迅速蔓延 就连美国都出现零星个案 世界卫生组织更紧告 疫情趋缓可能比原本预期延后一年 也代表全国民众在2022年 恐怕还无法恢复正常生活 散烈新闻里面看报道